你知道第一台登上月球的相机是什么吗? 不是CANON,也不是NICON 而是一个来自瑞典的品牌 Hasselblad,哈苏 这家几乎不打广告,价格贵得离谱的相机公司 竟然成了NASA最信赖的摄影工具 它被改造后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地球升起照片 这不是运气,而是一段横跨百年的传奇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哈苏是怎么从一个卖钟表的小铺子 变成全世界最顶级相机的代名词 故事要从1841年的瑞典说起 那一年一位名叫Frit Victor Hasselblad的先生 在哥德堡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卖进口商品 像是钟表两尺计算器等等 贸易公司成立后 Frit Victor Hasselblad为了维护商业信誉 在店门口贴了一句瑞典名言 我们向顾客保证 货品品质绝不赐予我们对他的描述 这句话后来成为哈苏的隐形座右铭 为他儿子日后对极致品质的追求奠定了基础 真正惦记哈苏摄影基因的 是他的儿子 阿vid Victor Hasselblad 这个年轻人从小就对光学器材特别有兴趣 甚至在1890年代跑去德国蔡司 Color Zeiss总部学习镜头制造 当时的蔡司可是世界顶级的光学品牌 你可以理解成哈佛大学级别的地方 阿vid回到瑞典后就在父亲的公司里 成立了一个摄影部门 这个部门就是哈苏相机的最早雏形 不过在那个时代 哈苏还只是卖相机的代理商并不自己制造 转折点发生在1940年 当时二战爆发 瑞典虽然保持中立 但空军却缴获了一台德国侦才用的小型相机 哈苏当时的接班人Victor Hasselblad 也就是家族第三代看了那台相机之后 说了一句话 我们可以自己做出比这更好的 说完他就真的做了 1941年第一台哈苏自制的军用相机 HK7正式诞生 用于瑞典空军拍摄侦查影像 Victor Hasselblad接到瑞典空军的挑战后 他带领一个极小的团队 在秘密的工作室中 以那台缴获的德国相机为基础进行反向工程 为了确保保密性 Victor甚至亲自设计了一套测试流程 确保任何泄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这台HK7的诞生实际上是瑞典在二战中保持中立 同时又不至于在技术上被德国甩开的秘密光学武器竞赛 HK7只是个开始 1943年 哈苏又推出了改良版SKI四相机 具备更高分辨率和更稳定的快门机构 这些设备多用于侦查与地图绘制 是瑞典空军内部严格保密的光学资产 有趣的是 很多哈苏员工当年甚至不知道公司正在给军方造相机 这段军方合作不仅磨练了技术 更重要的是给哈苏带来了急需的稳定资金流 在二战动荡时期 正是这份秘密订单 确保了哈苏能存活下来 并在战后有资本投入到民用相机的研发中 可以说是军工订单间接成就了后来的民用传奇 这段秘密研发经验 不但让哈苏磨练出超强的机械精度 更为战后民用市场的技术转移打下了后施基础 虽然数量不多 但这个经验让哈苏团队掌握了关键的摄影机械技术 而真正让哈苏迈向民用市场的 是二战之后的和平时代 1948年哈苏正式推出第一台商业用中画幅相机1600F 这台机器一亮相就引起了摄影界的轰动 为什么 因为它成功的将模块化的设计与胶屏面块们相结合 机身镜头取景器底片仓全部都可以拆卸更换 像是摄影界的乐高积木 这种设计不但方便维修 还能让专业摄影师依照不同拍摄情境自由组合 效率大幅提升 这概念在今天看来很正常 但在1940年代简直是革命 当然哈苏也有问题 比如1600F的机械结构还不够稳定 可靠性不高 1600F使用的胶平面快门虽然是革命性的 但技术还不成熟 它的快门链由超薄的金属锅制成 在高速快门下经常会撕裂或卡住 摄影师们不得不随身携带备用快门链 甚至称它为一小时快门 因为有时拍不到一小时就得进场维修 正是这个痛苦的教训 才促使哈苏转而开发更可靠的 进肩快门 从而催生了500C 不过哈苏很快就推出改进版1000F 并吸取了教训 终于在1957年推出了真正奠定基础的经典机型 500C 这台500C最重要的是它与蔡司ZEISS合作 采用了高质量的蔡司镜头和可靠的进肩快门系统 进肩快门除了减少震动 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全速闪光同步 在当时这简直是摄影棚里的黑科技 这意味着摄影师可以用高速快门凝固动作 同时使用大功率闪光灯 彻底改变了时尚和广告摄影的曝光方式和拍摄效率 让哈苏成为商业摄影棚里的标准配置 简单说就是快门不是在机身里 而是在镜头里 这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是减少震动 第二个是可以实现高精度的闪光同步 用白话说 拍人更清晰 打灯更精准 专业摄影师超爱 从这时候开始 哈苏就慢慢建立起高端专业贵的品牌印象 谁在用 时尚摄影广告 摄影艺术 摄影即时摄影 一线摄影师几乎都想拥有一台哈苏 不仅如此 哈苏也逐渐成为艺术圈的宠儿 像是传奇摄影师Richard Aveden Irving Penn Annie Libowitz都曾使用哈苏拍摄经典人像 涵盖从玛丽莲梦露披头式 到滚石杂志封面 甚至在2000年以后 哈苏更设立了哈苏摄影奖 被誉为摄影界的诺贝尔奖 这个奖项的设立 源于创始人Victor Hasselblad的遗嘱 他将自己的巨额遗产捐献给哈苏基金会 专门用于推动自然科学和摄影艺术 这不仅是设立了一个奖项 更是以个人名义为品牌的精神价值 做了最后的背书 使得哈苏品牌不再只是一个相机制造商 更是一个文化赞助者 得奖者像是Sebastiu 骚个斗Cindy Sherman 几乎都是全球摄影界顶尖大师 换句话说 哈苏不仅是相机 更是一种艺术认可 您可能会问贵到什么程度 当时一台哈苏可能抵得上一台小汽车 这价格当然不是一般家庭随便买来旅游用的 但也正是这种极致的专业定位 让哈苏开始吸引了某些特殊客户 比如NASA 不过在成为登月相机之前 哈苏其实已经被NASA偷偷观察很久了 1962年 美国宇航员Walter Shear自己买了一台哈苏500C 并进行了拆解和改装 例如拆掉外壳减轻重量 然后带上了水星8号任务 NASA看到照片后 吓一跳 怎么宇航员自己改装的民用相机 拍得比我们军用的还好 当NASA正式向Victor Hasselblad 提出定制相机的需求时 他们提出了几个看似不可能的要求 在太空环境下可靠工作 必须比宇航员的手套孔洞还大 操作必须简化到能在厚重手套下完成 Victor Hasselblad亲自参与设计 将机身简化并用大旋钮代替小按钮 最终完成了这款太空定制版 这是瑞典工艺与美国航天精神的完美结合 于是从那一刻起 NASA开始与哈苏展开深度合作 开发专门为太空任务改造的版本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NASA在执行任务时 也曾为了安全不得不牺牲哈苏 在阿波罗11任务结束后 为了让登月舱顺利起飞返回轨道 巴兹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 不得不将相机机身与多余装备 留在月球上紧带回底片 所以直到今天 仍有多达十余台哈苏相机的机身 累积自历次阿波罗任务 留在月球表面成为永久的太空遗产 那些留在月球上的相机 它们被放弃的瞬间 是为了带回比相机本身价值高出无数倍的底片 今天如果你去查阅NASA留下的清单 那些相机机身编号静静地躺在月球尘土中 它们不是废弃物 而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探索未知 而做出的最高昂的物资牺牲 想象一下 每一台上面都有NASA的编号 静静躺在月球尘土中 见证着人类的伟大时刻 这就是后来的Hasselblad Electric Data Camera 以及最有名的月球相机 HDC Hasselblad Data Camera 当然太空用的哈苏可不是随便一件店里能买的型号 它们做了大量改装 包括拆掉皮革与包胶减重 用特殊涂层反光降低温度影响 改用更大胶卷以便拍摄更多照片 配上特殊的Reso版 让影像更精准 这些相机不止拍下了地球升起 宇航员太空漫步 还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1969年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 巴兹奥尔德林将哈苏戴上月球表面 他留下了人类在月球表面的第一张高解析度照片 而这些照片改变了全世界对宇宙与地球的想象 哈苏的名声也因此从摄影圈冲进了历史课本 但这只是哈苏巅峰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哈苏如何从辉煌的胶卷时代 迈向动荡的数位时代 以及它为何从高处跌落 又如何努力重返荣耀 进入1990年代 整个摄影市场正在发生一场地震 一方面 35毫米小型胶卷相机越来越轻便 便宜画质也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 数位相机的时代正在快速逼近 而哈苏的问题是 它太完美了 怎么说呢 因为它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 几乎没怎么改变设计 摄影师常说 哈苏是你买一次用一生的相机 例如500cm机型 从1970年代卖到2000年代初 几乎没有任何重大改变 虽然这体现了经典设计的永恒 但也扼杀了公司的营收增长点 经销商不断抱怨老客户不需要换机 新客户又觉得价格太高 这使得哈苏错失了胶卷时代的末班车 于是哈苏决定做出改变 除了主力的中画服系列 哈苏还有一个冷门却超有腔调的作品 X-Pen全景相机 这台相机是与日本富士Fujifilm 联合开发的35毫米胶卷相机 却能拍出65毫米超宽全景画面 它在1998年推出 被许多街头摄影师和电影人奉为视觉神器 即使是今天的摄影论坛 仍有不少人把X-Pen当成收藏神器 有人甚至说X-Pen是拍照的人送给电影人的礼物 为了迎接数位时代 哈苏决定做出重大改变 他与富士合作在2002年左右 推出了H1系列相机 这是一个画时代的尝试 重新设计的机身 第一次在哈苏的中画服中加入了自动对焦 电子快门大量数位化模块 让哈苏第一次接上了现代摄影的脉搏 不过这时候有个更大的问题来了 市场上大量的数位单眼相机已经崛起 Canon推出全篇幅数位相机 Nikon也紧跟其后 而哈苏这家过去以胶卷王者自居的公司 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现实 再不数位化就会被淘汰 于是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 2002年 哈苏和一家叫Emecon的数位后背制造商合作 推出了第一台真正整合数位后背的中画服数位相机 哈苏Bled HED 你可能会问中画服到底特别在哪里 简单来说 它的感光元件比全篇幅还大 带来的就是更浅的景深更柔和的过渡 更强的动态范围 举个例子同样在逆光下拍人像 哈苏能保留更多亮部细节 肤色更自然 颜色更真实 这也就是为什么广告摄影 珠宝时尚甚至奢侈品产品照 大多选用中画服 这台相机虽然价格非常高昂 但也被视为中画服数位化的起点 不过问题来了 Emecon虽然技术不错 但终究不是一家大公司 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而哈苏自己又缺乏真正的数位技术团队怎么办 2004年 哈苏被一家新东家收购 施乐德集团Sero Group 这家拥有深厚亚洲背景的集团 接手了哈苏 是的 一个瑞典百年相机品牌 落入了中国香港公司手中 在Sero集团接手后的一个阶段 哈苏曾短暂的尝试奢侈品化的品牌策略 例如他们在一些限量版相机上镶嵌鳄鱼皮 黄金等材质并将价格推高到令人折舌的地步 虽然这是为了维持高利润和高定位 但却让许多专注于影像本质的摄影师感到不满 认为品牌正在失去灵魂 Luna Stella这些贴牌机 正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但这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阶段 Sero没有强行改掉哈苏的品牌 而是投入资源 让哈苏持续开发中画幅数位系统 他们推出了H2D H3D 一直到H6D 甚至还推出了多款中画幅数位后背 像是CFV系列专门给老哈苏机型升级使用 很多经典哈苏老用户 也因为这个数位后背 得以继续使用自己熟悉的机械相机拍出数位照片 比如2012年推出的Lunar 它基于索尼Sony的NEX系列机型贴牌制造 外观很像SonyNEX系列 但卖的却是哈苏价 口碑非常灾难 很多人骂它是幻科Sony 说哈苏已经失去灵魂 不过几年之后 哈苏终于推出了真正让大家惊艳的新世代作品 2016年XED登场 这是一台画质惊人 体积轻巧的中画幅 无反数位相机 XED的诞生不仅是设计上的胜利 更是技术上的突破 它是第一台江中画幅感光元件电子系统和镜头群 塞进一个传统全画幅无反机身尺寸的相机 这需要对散热电池续航数据处理速度进行彻底优化 XED的成功证明了哈苏在数位时代的工程整合能力 依然是世界顶尖的 为大疆的合作奠定了技术基础 传统中画幅相机像砖头 但XED像是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高端艺术工具 当年它甚至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奖 这台相机成功让大家重新认识哈苏 哦 原来你们还活着 还能创新 还那么美 不过XED的成功背后还有一个关键推手 DJI大疆 没错 那个做无人机的中国品牌 2017年DJI正式入股哈苏 并在之后逐步成为控股股东 为什么 因为大疆想做影像系统 但它不想从头做起镜头感光元件调色系统 最好的办法就是 直接合作或收购一家顶尖相机品牌 而哈苏刚好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于是你会看到大疆的很多高端无人机 从Mavic到Inspire系列 都挂上了Hasselblad Camera的标志 更重要的是 哈苏拥有世界级的色彩调校能力 尤其在肌肤色调蓝绿灰三色的还原度上 它提供了独特的哈苏色彩 让画面自带电影般的质感 许多摄影师都表示能极大的减少后期调色工作 大疆选择哈苏不只是买一个logo 而是买下了一整套色彩科学 这也让大疆无人机的影像从科技感走向电影感 当然这也让哈苏获得了更多资金与资源 继续开发像XED2 907X这种坚固设计与性能的新机型 尤其是与907X一起推出的CFVI50C数位后背 让老一辈摄影师激动的差点落泪 因为这代表你爷爷那台老哈苏 换个背盖就能变成最新的数位相机 它保留复古造型机械快门声 老镜头手感 完美融合了怀旧与科技 也吸引了一批年轻新玩家加入哈苏阵营 同时哈苏也开始进军摄影爱好者市场 虽然价格仍然偏贵 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高到无法想象 它从NASA登月相机变成了创作者的梦想工具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没丢掉那个灵魂 每一台哈苏依然保有瑞典式的极简设计 高级自感与极致影像 今天的哈苏已经不再是那个 只为顶级商业摄影师服务的品牌 它尝试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让中画服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虽然它不追求销量 也不打算与Canon或孙力在民用市场拼杀 但它守住了属于自己的影像信仰 所以如果你哪天看到一张画质惊人 色调柔和细节满满的作品 有可能它的背后不是百张RAW图条出来的 而是一台哈苏一次快门 从卖钟表到拍月球再到飞上无人机 哈苏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却重要的道理 在科技不断前进的时代 坚持质感与美学 从来不是落伍 而是一种稀有的力量 也许多年之后 当我们再度登陆月球 或飞向火星时那个镜头背后 依然是哈苏 而月球表面那12台静静躺着的哈苏机身 也许正等待着下一位摄影师 把它重新拾起 这就是哈苏相机的发展史 好啦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见